黑人的女学办字数 拒绝黑人邀请会被扣学分 我曾经是某大学的一名半读生 当年为了能拿到学校的补助 我不得不选择了半读 这样可以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我身高比较高 有着1.75米 所以选择报名半读的时候 很顺利地通过了 通过后 学校给我的任务是陪伴一名 来自刚果的非洲留学生 通过交流 我知道他家里非常有钱 起初我们相处的还是不错 我的英语也因此有了提高 但在一次周末聚会上 那些留学生露出了自己丑恶的一面 那是一个留学生聚会 因为是他的半读 他提出的邀请我不得不去 你如果拒绝的话 他会把种族歧视 或者不尊重等等的理由 而向校方投诉 而投诉的后果就扣分 扣不住 这结果是我承受不起的 也是许多女同学承受不起的 总之 那次聚会有着超过20个留学生 和20个半读生 值得一提的是 20个半读生 全部是身材比较好的女生 并且家里条件都比较困难的 聚会喝酒 许多女生喝不了 也被强行劝酒 我甚至看到一个女半读 因为强行不喝 而惹怒了一名留学生 那名留学生 当着众人的面 给了那女同学一巴掌 黑人的女学伴 二 那年的学校补助 我和那女生没有得 而那些没有回来的女半读 有几个两三个月后 去医院打胎了 当时全校的人都有索尔文 我们不能反抗 因为学校的立场 明显站在他们那边 我们能安全的毕业 已经是学校网开一面了 现在被爆出来的半读 从当初的一对一 升级成了一对三 想想真的挺悲哀的 因为在当初学校 就一直有这样的想法 只是一直没实施 因为一个半读 不能随时陪着这些留学生 三个的话就是随教随到 某大学 真的挺周到 挺好课的 但我现在只想好好地哭一场